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 今天我们来到了以西节书的第46章 主题是新的敬拜和献祭 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几章 从40章一直到48章 是以西节所提到有关圣殿的意象 神告诉祂的子民说 祂要在他们当中重建圣殿 重立圣所 因为神要与祂的子民同住 在整个圣殿的意象 信息的重点里头 强调四个非常重要的讯息 首先第一个 神允许祂的子民说 祂要永远与祂的子民同在 而第二个中心点 在这个新时代里头 将要与崇拜为中心 神也应许他们说 祂的恩赐将如全员之论 教灌权定 而第四个重点 强调必有和谐的制度 在他们的当中 今天我们来思考第46章的时候 我们要一起来思想 神在以色列中所定下的新的敬拜 跟献祂的礼仪是怎么样的 我们会从三方面来思考 第一方面我们要问一下 When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我们该来敬拜神呢 就先来念第一到第二节吧 主耶和华如此说 那页朝东的门 在伴你事务的六字内 必须关闭 唯有安息字和月朔 必须敞开 王要从这门的廊 进入站在门框旁边 祭司要为他献凡祭和平安祭 他就要在门框那里敬拜 然后出去 这门直到晚上不可关闭 13到15节 每次你要预备 无禅至一岁的羊羔一字 献与耶和华为凡祭 要每早晨预备 每早晨也要预备 同线的数祭 西面一一法六分之一 并由一心三分之一 调和西面 这数祭要长线与耶和华 为永远的定律 每早晨 要这样预备羊羔 数祭 为由 并由为长线的繁祭 那特别留意红色的字 你就看到 上帝要他的百姓 在什么时候来敬拜他 这里提到安息字 也就是一个星期的第七天 休息的时候 要来敬拜上帝 这里也提到月术 月术是指一个月的头一天 也就是我们华人所谓的初一 第一天 每一个月份的第一天 他们要来敬拜神 然后呢 就有第十三到十五节里面 提到每字 每早晨 每一天 一天的早晨 他们都当来到上帝的面前 献祭来敬拜全能的神 从这里我们也看到 今天的运用 弟兄姐妹 我们真的需要 常常来到主的面前 来敬拜他 来称颂他 来赞美他 我们不但只是 每一个星期一天 要回到教会里面 去崇拜敬拜神 我们更要每一天 清早起来 参与成岛 然后成岛过后 我们可以进入 个人的灵修 与神更多的 亲近和亲密 并且 每一个月的 首个星期 第一个星期 许多的教会 都会在那一个星期 来守圣餐 纪念耶稣的 受死与受苦 虽然现在 在MCO行管令的期间 好多的教会 包括周后 跟冰城的教会 还是继续在MCO 我们都没办法 恢复实体聚会 但 这一些的 敬拜的模式 也在我们的生活中 常常提醒我们 我们要每天来敬拜神 我们要每星期 参加主制来敬拜神 我们要每个月 透过守圣餐 来纪念主的 受死 受苦 来敬拜 我们 全能的上帝 即便是在家里面 崇拜 也当把那个时刻 分别为圣 归给 我们的耶稣基督 那在城岛的旅头 好多次 陈宏父牧师 都好像父亲一般的 来劝接弟兄姐妹们 即使是在线上聚会 也当恭恭敬敬 分别为圣 我们教会的 每一次的线上聚会 都写了一行的字 不是观赏 而是餐日 弟兄姐妹 今天 我们要每时每刻 不断的 不间断的 来敬拜我们的神 因为祂是 全能独一的真神 敬拜神 不局限在任何那个地方 我们要常常 带着敬畏神的心 来到祂的跟前 即使是线上聚会都好 你要相信 神是无处不在的 在线上聚会中 祂也能够触摸 你灵里的需要 带来医治 带来释放 而更重要的是 我们当分别为圣 把每一天 每个星期 每个月份 都分别为圣的 把应当归给神的时间 归给祂 全心全意地来 敬拜祂 新月圣经 约翰福音第四章 二十三二十四节说 时候到了 如今就是了 那真正拜父的 要用心灵和诚实拜祂 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祂 神是个灵 所以拜祂的 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祂 今天上帝要寻找的 是用心灵和诚实 敬拜祂的人 即便你的牧师 看不到你 但是上帝祂看得见 祂知道你每一次 来到上帝的面前 参加诚导也好 参加线上聚会都好 神在意的是 你的心 有没有来到祂的根前 用心灵和诚实 来敬拜和朝见祂的面 诗篇一百四十五篇 第二到第三节说 我要天天称颂你 也要永永远远 赞美你的名 耶和华本为大 该受大赞美 其大无法侧躲 弟兄姐妹 看完今天你和我 都能够每星期 守主制来敬拜神 每个月守圣战来纪念祖 每一天 成根成岛 加上个人的灵修 个人的独处 与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 如果我们愿意 把这些的时间分别为圣 好好的来到主的根前 敬拜祂的话 上帝祂必要住在你的殿中 就是你这个身体的殿 祂要藏与你同在 祂要赐福你 让你所做的一切 尽都顺利平安 阿们 第二方面 我们要来思考的是 我们念第二到第三节 王要从这门的狼进入 站在门宽旁边 祭师要为祂预备 烦祭和平安祭 祂就要在门槛那里敬拜 然后出去 这门直到晚上不可关闭 在安息子和约束 国内的居民 要在这门口 耶和华面前敬拜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那红色的字 我们就看到 君王 祭师和百姓 都要来敬拜祂 但他们敬拜的地点都不一样 百姓他是需要在外院 站在门口来敬拜神 君王要代表百姓 把祭物献在主的跟前 他要站在内院的门槛那里 他也不能够进入内院 就是在内院的门槛那里 看着祭师把祭物献给上帝 他也不能够进入内院 只是在外院里头来敬拜神 唯独祭师能够代表百姓 君王在内院里面 陷阱 靠近上帝 代表百姓赎罪在神的面前 盼望他们的敬拜 能够蒙着上帝的喜悦 弟兄姐妹 那是在旧约圣经里头 他们的敬拜的模式 但是今天我们都是处在 心悦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感恩 因为上帝透过耶稣基督 为我们开了一个又心又火的路 正如希伯来书第十章 十九到二十节所说的 所以弟兄们 我们凭着耶稣的血 可以坦然无惧地 进入至圣所 这进入的路是祂给我们开辟的 是一条通往 通过曼子又心又火的路 这曼子就是祂的身体 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为我们开了这一条又心又火的路 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 进入至圣所 与神面对面的交往 这是何等大的恩典 今天你和我 可否有珍惜这个恩典 可否愿意常常来到主的至圣所面前 与神单独的会面 亲密的沟通呢 比特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说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主类 是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命 要叫你们宣扬 那遭你们处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上帝 今天我们都是蒙拣选的 我们都是属神的子民 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 在新约圣经里头 人人皆祭司 人人都可以来到主的面前 来敬拜上帝 并且上帝把你放在哪一个地方 他只是要透过你 来宣扬主的美德 我们可以同时拥有君王的身份 祭司的身份和神子民的身份 我们就礼当全心全意的 来敬拜全能的父上帝 更要透过宣扬主的美德 来敬拜神 让敬拜涌入我们的生活当中 今天 敬拜神不局限于某个人 某个场所 只要你愿意敞开你的心 任的地方都可以成为与神相遇的所在 但是 如果你始终不愿意敞开你的心 即使来到教会实体聚会 即使去到一个很特别的营会 复兴特会 你也很难以主相遇 弟兄姐妹 上帝已经为我们开了这一条路 我们不需要在外院里头 来敬拜上帝 我们可以进入到神的同在 更深的同在 在自圣所里头 与上帝面对面的交往和沟通 任何一个人 只要你愿意敞开你的心 你都可以来到上帝的身处前 来敬拜祂 这是上帝给我们心悦信徒 何等大的恩典 所以在这里也鼓励弟兄姐妹们 敬拜 真的是不局限于一个场所 而是在于你的心 愿不愿意以主连接 所以鼓励弟兄姐妹 即使在家中献上聚会 让我们就把那个地方分别为神 那就是你的自圣所 是你与神相遇的地方 当你看着线上 就会一起唱诗歌 一起敬拜的时候 只要你愿意敞开你的心 坦然无惧地来到上帝的面前 自由奔放地来到主的同在里头 你开口随着音乐来到唱诗歌 你开口随着牧师或者是领唱者 用方圆祷告 就在你站着的地方 你敬拜的地方 你将要与主相遇 那就是你的自圣所 是神与你 是神与你同在的地方 求上帝 赐福你 恩拜你 让你懂得珍惜 每一次 可以来与神 会面的自圣所面前 真真真实实地遇见爱你的耶稣 阿们 我们再看第三点 敬拜的时候该做些什么呢 忘 什么 第四 第五节 安息至 王所献于耶和华的凡祭 要用无禅祭的羊羔六字 无禅祭的公绵羊一字 同献的树祭 要为公绵羊献一一法细灭 为羊羔照他的力量而献 一细法一一法细灭 加油一心 这是第四第五节 第十二节 王预备甘心献的凡祭或平安祭 就是向神所向耶和华甘心献的 当有人为他开朝东的门 他就预备凡祭和平安祭 与安息至预备的一样 献壁就出去 他出去之后 当有人将门关闭 这里我们看见君王献祭 他是要预备这些的羔羊 预备这些的公绵羊 预备那个数祭的一些的细面等等 来到上帝的面前来献祭给神 但我们留意到他不能够自己献上这个祭物 还是得让祭师代表他献祭的 在这第四十六章里头 我们总共看见这里描述了好几个祭物 这些的祭都是在立位祭中所记载的五个祭 包括凡祭、数祭、平安祭、数罪祭、数千祭 特别提到前面三个祭物 凡祭、数祭和平安祭 在立位祭里面提到的这些的祭物 每一个献祭都有他独特的目的 以及属灵的教训 献凡祭的意思是要数一般性的罪 那属灵的教训是要教导我们全然的顺服 表明信徒当将自己献上当着活祭 而献上数祭的目的是对神感恩 以及表示与神和好 属灵的教训是荣耀的敬拜 象征我们一切都是属于神 就应当在一切所行所做的事上 荣耀神为神而活 而平安祭是向神感恩 献上感恩赞美 表明与上帝的沟通 并且时时刻刻要向神献上感恩祭 以及还原 数罪祭、数千祭 都是认罪悔改在上帝的面前 今天当我们讲到献祭的时候 我们来敬拜上帝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带着牛 不需要带着羊 因为耶稣基督一次的献上 已经代替了我们 把祂的身体献上 并且成就了那救赎的大恩 但是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十二章 告诉我们 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 我们需要怎么样做呢 我们一起来念 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 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着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是否乃是理所当然的 今天新约的信徒 我们虽然不用带着牛羊来敬拜上帝 但是我们要把我们的身体献上 当着活祭 顺服神 在我们生命中一切的指引 这样子的献上 就是最美的敬拜 我们也当在生活上荣耀神 因为敬拜就是生活 生活就是敬拜 我们当在我们生活中所行的一切事上 高举神 尊荣神 荣耀神 敬拜不是单单局限于在教堂内 而是在我们的生活中 高举耶稣让神的名得荣耀 那也是一个尊荣神 敬拜神的一个表现 第三 我们要常常向神感恩 就像诗篇所说的 当充满感谢进入神的殿 满口赞美尽头祂的谚语 我们要来感谢祂 称颂祂的名 西伯来书13章15节 我们应当靠着耶稣 常常与颂赞为祭献给神 这 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 嘴唇的果子 我们要用我们的嘴唇来赞美祂 我们要用我们的生活来荣耀祂 我们要把我们的身体全然摆上的来服侍祂 这就是今天在新月信徒里头 我们该用什么来敬拜神 当我们说全心全意敬拜主的时候 我们该有如何的表现 就是在罗马书12章所说的 让我们不但用嘴唇敬拜 用生活敬拜 也把我们的身体全然摆上 来敬拜我们全然的上帝 最后 我们要感恩 因为我们今天是活在新月的时代 神在我们的当中 祂正寻找真正敬拜祂的人 也就是用心灵按真理来敬拜祂的人 让我们能够珍惜祖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成就的伟大救赎恩典 是因为祂受使 圣经的曼子从上到下 变为两半 祂为我们开了这条 自借可以通往主自圣所的路 让我们每一天都愿意来到祂的跟前 好好的来寻求祂的面白 最后我们与诗篇27篇第四节 来作为结束 这也是其中一节我非常喜欢的 一节今晚 我们一起来念 有一件事 我成求耶和华 我人要寻求 就是一生一世 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赞扬祂的荣美 在祂的殿里求问 但愿你的生命也是如此 我们成求 我们还要求 就是让求神帮助我们 能够爱慕祂 仰望祂 在祂的殿中求问 赞扬祂的荣美 岳神赐福你 也赐福祂宝贵的话语 我们一起来祷告 爱我的天父 我们谢谢赞美你 谢谢你应允我们 必尝与我们同在 谢谢你通过你的爱子 耶稣基督 为我们开了这一条 有心有活的路 让我们不再受任何的局限 可以直接的来到你的同在中 与你 面对面 但很多时候 是我们自己 局限了我们自己 我们不敢来面对你 我们不愿意敞开自己来面对你 但是今天 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 对你说 主啊 帮助我们 赦免我们 更新我们 让我们有一个全新的敬拜的概念 敬拜不局限于任何的地方 敬拜就是生活 生活就是敬拜 每一天 最美的时刻 清晨 我们可以来到你的跟前 与你会面 每一个星期的一天 我们可以守主制 来尊容你 就在那一天 安安静静地 等候你 寻求你的面 每一个月份 我们都透过守圣战 再一次地纪念耶稣基督 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你的受死 你的受苦 是为了我们 让我们全能地 把我们的生命摆上给你 全心全意地 来服侍你 一生一世地 寻求你 在你的殿中 向你求问 愿你祝福我们 与我们同在 如此祷告交托 那是奉告耶稣基督 尊贵得胜的名 阿们 愿上帝赐福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